二零一一年在挪威犯下 汽車炸彈與持槍掃射攻擊案 身上背了七十七條人命的右派 極端分子布雷維克 獄中服刑 十三年後二度向法院申請假釋 但檢方認為他再犯的風險極高 應該予以回絕 挪威的法律規定服刑 十年後有資格參加假釋聽證會 現年四十五歲 二十一年最高刑期 已經關了十三年的布雷維克 十九號西裝備艇 手上拿著 自己政治主張的海報出現在法庭 提出他應該獲得假釋的主張 媒體注意到他的頭部兩車 頭髮剃了一個大大的英文字母Z 也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必勝標誌的符號 媒體追問布雷維克是否對十三年前的殺戮行為後悔時 他則是拒絕回應 這位信奉白人至上的新納粹主義分子 二零一年在首都奧斯路的首相辦公室附近 以及近郊烏托牙島犯下了汽車炸彈和持槍掃射攻擊案 奪走七七人性命 二零二年霍攀二十一年刑期 挪威是廢死刑國家 二十一年就已經是最長的刑期 日後布雷維克被單獨關著 但兩年前被轉到零二里克監獄一個兩層樓的牢房 裡頭有廚房 餐廳 配備有Xbox遊戲機的客廳 以及有健身器材的運動區域 布雷維克多次援引歐洲人權公約 稱自己在獄中的處境不人道 生活條件不好 這是繼二零二年一月後他第二度申請假釋 但檢方認為他再犯的風險極高 應該與魂絕 公視新聞王滬兵議